撬屁了 后遗症 单身不随 这个是什么 不养患患患患症 后遗症 中风 这就能看情况了 中风主要是在 运动区和感觉区 我们以前看过片子都有看 就炸了 前面的 这个是运动区 后面的是 就正规线 后0.5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运动区 再后1.5 就是感觉区 一次可以扎一个 比如这次扎运动区 然后下次再感觉区 就跟进他的情况 还不能扎 这个是他的 当然你头顶中心也可以扎 可以扎一个金塔 小金塔 三二一 一边一个三二一 都可以 一般来讲 中风都是内囊 在内囊以后 不塞了血管 当然了 我们现在那个病人 不是他现在脑出血吗 他把这个脑壳 他头颅骨已经拿掉了 这边你就不能扎 拿到那边不能扎 只能扎对侧 对侧怎么扎 把这个气推过去到对侧 就这么扎 你说能不能扎这次换侧 不行 他没有骨头 没有骨头保护 你不能扎 万一扎到脑子 就完 谁负责 不能扎 所以 手授过了 这一圈 没有骨头 你只能够 别动 就扎 他平常出门都戴帽子 对吧 你再扎 你再扎他那边 很危险 可以扎 腹部的话呢 你可以扎一个四正位 调全身就好了 如果有消化的病 你再调加一两个 四正位的话 在情况下 扎这两个 还有呢 扎五行针 重的 扎五行针 清了好一点了 就扎五行针 它是对侧 比如右脑中风 左边边探 你可以扎 换侧 头上 如果没有骨头 没有取掉的话 骨头还在的话 就扎换侧 右脑 中风就扎右脑 左脑中风 就扎五脑 没有骨头 才扎对侧 这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 然后呢 肢体呢 就扎换侧 那你说 老师可不可以扎 对侧 可以 但是 你对侧 你可以扎 对侧 键侧的时候 目的 就是让它建立 侧之循环 键侧 键侧少扎几周 也可以 我通常 我都不扎 为什么 我就是怕疼了 因为键侧是好色 它怕疼 你换侧 你扎是没感觉的 你怎么扎都没感觉 那后来才有感觉 开始就没感觉 好了以后才感觉 没好就没感觉 你扎它没关系 那扎这些血液都可以 所以根据情况 才决定 高血压 如果只中风有高血压的人 就别扎头了 你要想扎头 就别扎头顶 如果想扎头的话 就扎侧面 别扎头顶 你就扎一个运动区就行 高血压的人 就扎中风的人 比如说 右脑中风了 好 我就扎运动区 或者赶进区 就行了 扎一边 这头顶就不要扎了 因为头顶就会生压 所以扎侧面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重风的情况下 两台高血压 它一定在控制情况下 它一定要在 有给它吃药 它不是脑出血 它是脑底塞 就是脑血栓的 就是让它血压 在控制情况下 像我们现在那个病 三高 三高它胜功能不全 它现在吃药 吃得非常低 它用药压得很厉害 为什么洗肾 它每天吃十二种药 包括降血压的药 那可不是血压压得很低 我说你 你跟习医讲 你血压的正常 总共少一点点 他就问习医回诊的时候 习医说不行 你还得去 哇塞 那我就可以扎了 头顶就可以扎 插个细胃 你就可以扎了 对不对 你否则的话 你不能扎了 所以我就看 它已经低得很低了 所以每次都问血压 高不高它凉了 血压不高 非常低 好 很大 如果血压高 我就不扎了 所以我那个病人 就是腹部四正位 头上四余位 两个都好 都有了 肾也有了 消化也有了 多好 所以这个重风 就这么讲 关键 针灸 是让它活化脑细胞 还有一个 就是做手法 做手法呢 活动关节 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都给它 活动关节 它就僵住了 等它好了以后 才重要 像这种病人 都去做腹腱 你给它治 不要给它全身按摩 就给它做关节 中风的指出关节 好 红麻烂窗 红麻烂窗呢 这里我们讲的是 有这么多 有这个脾腺 虚大 抑热的 针灸 用什么针 它是一个全身针 也是一个免疫功能 攻击脏子 有时候攻击心 有时候攻击肾 每个地儿都不一样 它也是免疫功能失调的 对 所以就按前面 免疫功能失调的 都一样 头部 你很严重的话 你没有高血压 你严重的话 你扎的筋长 小的筋长 也可以 再严重了 灵性的 肯定的情况 那腹部 就四正位 如果是消化不好的话 那你 比如说有 脏心的 呕吐 腹腺 那你给它 速消化了 四正位就行了 这都是一样的方法 就是让它 能够起到一个 减轻症状的作用 就行了 因为它是免疫攻击 我们针灸上去了 就是让它平衡阴阳 它阳太胜了 攻击自己 那我们就让它 针上以后 达到一个阴阳平衡 阴平阳逸的作用就行了 让它减少攻击 但是又不像你 像你胡斑拉串 也吃 硫酸腔力魁 当然还有别的药 硫酸腔力魁 也是让它 减少免疫攻击 减少一点 真的 复制 就是说让它呢 能有那个减少的作用 其实也是这样 这个都一样 好 最后一个 营销病 营销病呢 我们说呢 它有肝脐瘀结啦 热毒啊 急性的 营销病 我们说 这个呢 一紧张啊 它就会 到处痒 全是转 对啊 那吸引方法怎么做呢 一 你照那个紫外线 一照 好一阵子 再过一段 又犯了 哇 再照一照 一次照一条程 开始几秒钟 十秒钟 然后十五秒钟 二十秒钟 一点一点加 照了十次 下去了 好 等过一时 又来了 当然了 你要注意什么 一 就是情绪 不要紧张 你只要一紧张 一次 它马上哗就犯了 非常严重 所以主要什么 疏干气 调理它的干气 所以用什么 阵位 四阵位的阵位 腹部啊 用阵位 头上用金塔 控制它的情绪 重点是控制情绪 那其他的 就是按情绪来治 就行了 这是治疗 营销病的厨房 好 我们这个 十八号厨房 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再说说 简单的啊 有瓶刺啊 斜刺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呢 就是我们重点的 就是不要拧针啊 就是轻轻的 仿断 前面讲的 也都讲过了啊 后气法 轻轻的 不要提插 不要拧针 啊 这个顺序 大家可以排一下 这个顺序就是 一般来讲 先扎腹部 大家可以把这张排一下 再扎头部 高血压那些 心脏的都没有再说 啊 就是有的话 也别扎 哎 再扎右大臂 再扎左大臂 然后呢 左边的 手 在这 左小腿 然后 再 右小腿 然后再 左 啊 脚趾 然后右脚趾 这整个是这样 这这样 右边的手 左伸 左边的手 右脚 然后到了左腿 然后再回来 这么一个循环 这叫什么 这叫做 我们说一句 周天 这叫大周天 热脉多半 这叫做小周天 啊 腹部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引气归原 神器归原 可以定神器 能心智 啊 是干这种 然后提供条全身 又通通落 又活气血 又接天地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天地之气 这是能耐生的一个精髓 啊 从哪来的 这些 我们讲过 拔针顺序 记住 哪后扎的 哪先拔 哪先扎的 哪后拔 啊 这个是 啊 一个顺序 但是说 我哪有什么时间 还看着顺序 我就见哪里拔哪 那你也可以 但是呢 按正常情况下 是按紧顺序 啊 近针的方向 就是你从右脉开始扎 再转 啊 你你你不是说 肚子 我对他 我先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先扎我 右脉 再扎左脉 啊 先扎右 再扎左脉 这样 不然气就转 气就走了 按紧顺序 你说我家扎左 再扎右 那气就反过腻了 知道吗 所以呢 要顺利扎 好 这是扎鼻针 啊 气形针 这是三周肌 啊 发炎了 啊 这个是 肩后三周肌 好 符合 就是小周天 大家都知道 啊 这个是周天的原理 我们就讲 啊 这个是全身的大周天 这是全身的周天 整个全身啊 全身一个周天 整个一个周天 去吧 啊 这就是我们上回讲过的 上次说了 叫 王金分割法 看到没有 二八法则 这是二八法则 你真的说 真的二八法则上 都有效 啊 这是有根据的 根据物理学 你看百慧 是不是 百慧在哪 不在正中间 它是靠近 前和后 中间靠后一点 你看天幕也是 你看天幕 你看这是不是二八法则 劳工你看 也是一样 二八 你看永泉也是二八法则 不在中间 而在这 都是这样才能效果好 所以我们的启动针 什么叫启动针 在最后那针 扶着一下 不要碾 扶着它 最后一个 我硬着去 现在扶着它 你要是没有 用意念的话 是动不了 因为意念 你不用扶在一起 自动的循环 你觉得 好像我不扶它 就动不了 好 你就扶一下 摸一下 就气着动 就硬着动 就好了 这是 当然了 你木子要保暖 还有呢 要盖盆子 盖盆子呢 就是 就这种盆子 红的绿的 这种盆子 你就要盖一下 为什么 颜色挺重要的 如果是粉的红 就是红的和粉的 就是治疗阳虚的 蓝色的盆子呢 就治疗阴虚的 治疗实症的 看 这是粉的 专门治疗什么 阳气不足的 那这个呢 蓝的 是专门治疗什么 那种 实症 像这个病人 它呢 就是忧郁症 忧郁症呢 还有实症 所以呢 要卸它的干气 所以我们用这个 就最好 盖单子 是很重要 因为什么 一 天气冷 有人说 我用那红灯泡照 我们以前都有红灯泡 红外线 都有照 但是用红灯泡呢 这些照 通常 它会什么 干扰你自己的生物店 通常我们就盖单子就好了 这样就 比较好 你看啊 盖单子呢 主要是什么 让它气机啊 能够在你的自力循环 盖这种吸玻璃 气也在你的循环中 你要不盖 我们以前 就没有这个概念 最早是我们 都没得盖你 因为在医院里 是没有这些东西 那时候几十年前 很差的 没有这个单子 你盖个单子 就是盖的那个 床单那种东西 压的那个什么 针上 那病人有时候也不舒服 还说大夫这压的疼了 他老病 一会儿这儿疼 你给我挑一挑 哦 这儿压太紧了 哇 我先就盖这个 薄的锡箔纸 现在了 几十年后 咱们现在都有锡箔纸 太好了 锡箔纸一盖又轻 好了 对不对 就让它气急循环 在里边 储存能量 非常好 非常重要 这个单子 这个单子 大家可以去买 上网去买 我现在 全力都给大家发过 就这个 这个呢 我们一般来讲呢 啊 就是顺的 腹部就顺时针就行 啊 不要逆时针 啊 顺时为降 来 注意事项 病人一定要上厕所 喝水 啊 吃完东西再扎针 啊 另外呢 扎针前一天 最好不要吃海鲜的 因为扎了针之前 这个娘给他吃了海鲜呢 他会疼 很理解 啊 最好是前三天 但是说头一天也行 就别吃 来之前你说啊 头一天你最好别吃海鲜啊 哎 只要不吃海鲜那天炸都不疼 只要吃过海鲜 头一天吃完你 炸一只疼一下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经验啊 我可以跟大家讲啊 大家说啊 这么每一次都疼 你就能吃海鲜 但是我吃一只龙虾呢 哦 讲了 那就是厉害了 只要吃海鲜 由于吃虾 最严重啊 还吃龙虾 那也不更严重了吗 所以高血压 你看这个血了 心脏病高血压啊 什么心肌肝肌肝那些 都别扎头 本来气就过不来 你再扎头的更没气了 别扎头 只扎肚子 一扎肚子以后 气就上来了 自然就往上走 给他新气 啊 所以就别扎 这个 另外呢 晕针 大家晕针以后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吃 有人说直接掐人中 有人说直接掐和骨 不对 掐人中 只有昏迷的时候 首选人中 他有昏迷吗 没有 直接内关 内关一边两分钟 怎么插 就这样 这么着 这么强 你这手不能这么强 你不能这么顺的不行 这么顺没用 你要这么 从上往下 向手心的方 先垂直 啊 先垂直 再向手 手心方向 轻轻按 就这样 按台 按台 你不要使劲按 你使劲按着这个 正如身体损伤 手就麻了 所以就按 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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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一抬松 抬一抬松 这个 一边 差不多两三分 或者五分钟 最多 你看这边 弄一下子 换了这手 弄一下子 先右后左 记住啊 先用右边 再用左边 这边 一向下 这边一向下 这边一向下 就反复这么弄 五分钟 就说 一边 两到五分钟 就行了 这样 就治疗什么 晕针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 当然了 你要让他不晕针 首先要吃饱了 喝足了 你说 有个病人 躺着会不会晕 严重的病人 躺着都会晕 我告诉你 以前有个病人 他就推拿去了 推拿在某个地方 推拿 推拿以后 他说 腰疼 越推越疼 他说 你们真就 可不可以帮我 扎一张 我说 我这腰怎么疼 我给检查检查 检查 我站在检查完了 我让他在检查 刚一趴下 他就晕了 为什么 他来的时候 已经没 我已经下班了 我已经出门了 他就说 你还上班 我怎么 我腰很疼 你给他报告知 我说你去 明天再来吧 我说我现在下班 他说不行 我腰很疼 你帮我治 我说好好 那检查 我一趴着 他已经翻白眼了 还没治呢 他已经翻白眼了 所以赶快抢救 抢救用什么方式 去抢救 你说都翻白眼 不赶快去人中 不行 心胸位 只有内关 记住 内关啊 只要用内关 马上就好 你不用内关 你用着别的血 你回去 他永远恶心 恶毒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他推拿了多久 他说买什么 十次还送三十分钟 奇怪 我都不知道了 还有这事 饶他一个半小时 你要推拿一个半小时 已经六点多了 他到我这快七点了 我就下班了 你想想看 那不都已经饿了吗 他推拿了多大的消耗量 我推拿一个半小时 你说你给他推拿一个半小时 不整死大活人吗 就是 那地里已经虚了 那一躺那一趴着 完蛋 就翻白眼了 赶快办过来 给他抢救 抢救完就回家了 为什么说抢救完回家了 不治了呢 腰疼不好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一个很好的方法 只要一 驱脱 全部肌肉中放松 该治的都好 该紧的都松 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不用了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就说 什么呢 就抢救 内观是最棒的 你只要这时候 不用内观 我告诉你 他开不了车 回不了 除了给他内观以外 还要赶着给他喝水 赶着吃东西 这是饿的 吃完之后 血糖第一碗 啪上来 就算你点了内观 他缓过来 你不会给他吃 不给他喝 他还是走不动 他还是不能够舒服 所以必须给他吃 给他喝 一会儿他能缓 才能 好过 再回家了 记住 不好过来 别让他回家 万一路上撞车 是你的责任 所以千万注意 这是非常重要 好 这病例 我们就没时间说了 我们先看一看那个问题 我们也不用说了 我们也看一些病例吧